上诉庭今日,则定沈可亭的文行脚车少年八命案的上诉,申请于6月28日,再次过堂,进行案件管理。 上诉庭副主部官莫哈莫凯里,是在今早,以视频会议软件Zoom的方式,为沈可亭提出的上诉,申请进行案件管理后,则定上诉的日期,进行案件管理。 李哥巴斯里南的律师团队成员哈威德吉星今日授寻时,证实上诉已责定此案,将于6月28日,再次过堂。 他指出,连同沈可亭进行线上审理的有其他代表律师,包括法医扎,为案件出庭。 哈威德吉星解释说,沈可亭的上诉,需要再次过堂,是因为有些法庭文件,没有准备好。 沈可亭的代表律师,已经证实由前联邦法院法官,拿督斯里哥巴斯,李南所领导的律师团接管。 据辩护律师团成员,雪妮在案件管理结束后,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,其中一名律师团,哈威德吉星在今天的案件管理中,告诉法官莫哈莫凯里, 李哥巴斯里南以同意受委为沈可亭上诉案件的代理律师,并将一同带领律师团队参与案件的上诉。 他说,在今日的案件管理中,辩方律师团也告知莫哈莫凯里,法医查致函给新山高庭, 以要求索取此案在新山高庭上诉期间的相关文件、庭审的记录以及相关的陈词文件。 他也确认,今日的案件管理也确认了斯里南领导的律师团在此上诉案的任命。 佩服他的勇气 一名男子应涉嫌故意不让路,给政要人物的车队行驶,而被警方逮捕。 京马警区主任诺德汉助理总监在一份声明中说, 这名36岁男子当时在苏丹伊斯干达大道,至端姑阿都哈林路出口。 驾车行驶途中,他故意不给当时护送政要任务的车队人员让路。 他说,随后警方便以涉嫌妨碍警方执法,以及危险驾驶逮捕这名男子,并将他扣留4天。 这名男子将在刑事法典第186条文,妨碍警方执法,和第279条文,危险驾驶罪名,被控上庭。 他警告,民众误参与任何违法的活动,否则可在现有法律下被对付。